我愿意以一个外行人 帮助内行人 接下这个不清的带子 外行人银眼梁出手旧顶星 旧卫家背后到底为哪装 顶星收购中家传出可能因为 时安风暴生变 让过去曾经出手竞标中家的银眼梁 有机会 一个中家可以让银眼梁觉得说 OK这个忙我帮 那后面的整个中家跟NCC的一个 一个negotiate 那就由他 由南山 由润泰来处理这件事情 看看记者会上主导的外行交 就是负责中家 也是透过他局中牵线 才让银眼梁答应出面 下一步的合作传出可能 扩大到有线电视和电信业 红顶商人结盟 其实对他来说 对卫家来说 找银眼梁这个招牌的话是双赢 赋付控股 如果有一部分 让银眼梁作为他的策略结盟的伙伴的话 那我相信这也是更大的诱因 顶星出包传出曾经找刘泰英帮忙 不过被刘泰英拒绝 后来才找上了同事慈忌人 也是两岸有利的商人银眼梁 还有网友挖出巧妙关系 从论文系统来看 被收押的顶星自由代理董事长陈茂佳 似乎就是大陆大润发的CEO 魏正元的指导学生 我将出面邀请各方面食安专家 在顶星集团的支持而不干预的情况下 针对造成食安危机的各项原因加入深入研究 传出银眼梁曾说魏家很可恶 但是要有人解危机 银眼梁还早上中研院院院长 公请会请议 魏家搬出银眼梁当救兵 这不齐或许各有盘算 记者中文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找上银眼梁 银眼梁他的关系 那么政商这个部分有多么的绵密 其实银眼梁 我们先来看看他跟王金平好了 交情不是秘密了 他早在被父亲送到了彰化的静德中学管训班 住校读书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老师 这个老师就是王金平 两个人的交情长达40多年 那么偶尔在外界还可以看到 银眼梁常常出现在王金平的办公室呢 那么至于我们接下来也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1986年 这个政府开放外甥来台湾设立保险公司 银眼梁呢 那个时候投资买的是安泰人寿 拿到第一张保险执照 那么台湾开放成立投信公司 银眼梁的光华投信又是第一批 开放设立新银行的时候 银眼梁的这个建华银行也立刻获准 那么这个所谓的建华银行 其实就是永丰金控的前身了 所以有人就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位贵人 这个贵人是谁呢 好就是他 你现在所看到的刘太英 也就是本来这个魏夹 第一个要去寻求帮助的人 再来看到2000年 其实台湾政权从国民党转到民进党的手中 刚刚当选总统的陈水扁 第一个去拜访的蓝营企业家 也就是银眼梁了 不过我们接下来也要了解一下 银眼梁在对岸的关系 在1989年 那么他就开始从事所谓的教育 他是要资助北京大学成立光华管理学院 然后设立一个光华奖学金 但当时的中国还蛮封闭的 所以他觉得你很奇怪 你干嘛来这边给钱 那么就一状告进中南海的状况 郭台办还曾经通立 大学生你都不可以拿银眼梁的光华奖学金 后来是靠谁呢 是靠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 杨尚昆亲自批示解禁的 那么银眼梁从此也就跟杨尚昆 认识而搭上了关系 这个奖学金后来的影响力 开始渗透发酵在整个的中国政坛 根据了解中国大润发 上海展店的第一个批文 也是当时上海是最后的一张执照 经办的官员就是从银眼梁手中 拿过光华奖学金的人 让当时很多外商对银眼梁 可是嘖嘖称奇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的是银眼梁 他这个教育不只是做大陆关系 对台湾内部也相当适用 像是谁呢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曾经在光华管理学院担任过 客座教授 那么这个交情啊 这个关系啊 做得真是顺其自然 不着痕迹 对不对 玉寇姐 所以朱立伦如果想选总统的话 最好离银眼梁远一点 因为银眼梁那家伙 是非常狡猾的一个红顶商人 我很不喜欢银眼梁 是因为私人因素 真的 1994年11月的时候 北京光华管理学院开幕 结果银眼梁把张孝慈找去 为他的光华管理学院开幕 那个时候他所结交的对象 其实就是权贵 因为是蒋经国先生的后代 那当然也在张孝岩跟张孝慈 身兄弟 特别是张孝慈身上 用了很多的功夫 我讲说我不喜欢他的个人因素 就纯情感 因为张孝慈为他的光华管理学院 去开幕 那当天晚上就 这个大家这个 公愁交错 喝了很多酒 结果张孝慈就在晚上的时候 在房间里面脑干中风 在北京 就这样从此以后 就一直没有苏醒 到96年初 一年两个月以后过世 那个时候我有到北京去 因为张孝慈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从此以后 我对银眼梁就没有好的印象 但是后来我也受惠于银眼梁 因为2010年 我到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去念书 那那个光华管理学院 就是94年银眼梁所成立的 虽然光华现在跟银眼梁的关系 其实已经是这个分道扬镳 但是他的创立 光华管理学院的远见 确实是受到中国大陆的学术界 跟工商界人士的赞赏 那这一次银眼梁 为什么出手 银眼梁是一个商人 商人绝对不做赔本生意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说 要帮助朋友这件事 在银眼梁的人生中 从来没有帮助两个字 他帮助蔡英文 在宇昌案的时候 接下了蔡英文 在宇昌案当中的股份 就占死了 10块钱一股 现在已经是148块一股 赚得一塌糊涂 像天文数字一样 这就是银眼梁 他发财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路数 银眼梁为什么要接受 第一当然是因为 刘太英的缘故 据说魏英娇是直接去找了 刘太英 这是百分百的事实 那刘太英说 他不方便出面 我也觉得魏英娇没脑袋 这个时候你找一个 那个什么 国安密葬案 刚刚被判刑三年的 刘太英出来帮你出面 去灭火 这个火不是越灭越糟糕吗 所以刘太英 也不愿意出面 他就给了他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当中有一个就是银眼梁 银眼梁跟顶性魏家 是没有交集的 他们连兴趣长相 这个嗜好 这个完全都不同 一个人爱 银眼梁是什么人 银眼梁是公子 人家是开这个船 在绿岛有一个小城堡 对不对 还弄个大光头 那魏家是什么 魏家是炫富 这个搞了两架飞机在那里 连什么哥哥不是都在骂他们 炫耀他们财富吗 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交集点 当然就是利益 第二他们有共同交集点 他们的交集点的好朋友就是连战 刚才讲了 永丰金 他是第三大股东 那永丰金的第二大股东 就是连战家族 连盛文曾经做过董事 而且他们在大概连胡会 连席会的时候 我讲魏家 因为魏家康师傅 也是永丰金的旗下的 永丰证券发行的 然后承销的 然后同时呢这个永丰证券还退佣啊 康师傅TDR还给了连战的部署啊 徐立德 2881张环宇投资 可以赚一亿四千万 我帮他算过 还有什么这个胡定吴啊 什么江敏昆的投资公司 还有连胜文的25张个人 跟100张富人投资 换句话讲 他们的共同焦点就是都是两岸台商之间拱着连战这个权贵这个政客 以这个宋楚瑜的说法叫做买办 大家一起扩大利益 所以昨天这个结合叫做黑心商人跟红顶商人加在一起做一个30亿元的食品安全的革新委员会 你不觉得这个危机处理也非常的不及格吗 红色加黑色还是黑色 对 他们这个其实不是那个红色黑色 其实他们是等于说那个卫家出来说 我们要退出窃盗集团了 我们要退出窃盗市场 我们不当小偷了 那不当小偷怎么办 我们成立一个账务委员会 你不要来 你不要把我这样打了 把我打乱了 你也是开玩笑的 他这个账务委员会的 伪招机员就是阴眼阳 大家知道窃盗跟张务 虽然都是犯罪行为 但是窃盗有风险 张务风险低但利润高 不要难道 月宏你这段你自己负责 那个你那个太抽象 而且我讲的都是事实 我是要分析给大家听 因为这两天很多人会替那个 尹燕良美化他的堂奖啊 什么好像大善人慈善家 又说他们都是慈忌人 拜托正言法师 你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养出来这么大堆奇奇怪怪的人 有钞票就买到的 什么慈忌功德会的董事 那还有这个有的媒体就会把尹燕良讲到 哇这个苦难中伸元首 伸什么元首 三十一眼 你对国家的伤喻的损害是三兆都不止 昨天还开个记者会 然后没多久 尹燕良就打电话给翁启慧 我们这些做官的学术界的人士 你们好奇怪 要不然就陈宝基跑到101的这个 魏银聪的办公室去求见 要不然就是翁启慧 随便一个商人就打电话 指使你30亿要不要我要做食品革新委员会 钞票真的砸死这些学术界的这些崇高隆重的人士吗 做食品革新需要一个生计专家吗 那个艺美不是就做得挺好的吗 没错 所以尹燕良到底要什么 当然就是要中加系统了 还有一点这个启程在现场 你们金管会要不要查一查 昨天开始卫权的股票一直跌跌跌 跌到今天早上跌停板 升成涨停板 大清早谁在买啊 3万多张谁买走的啊 这个难道没有内线没有问题吗 我再加一点 中加系统现在这个问题更可怕 现在观众朋友你仔细看 我不是说我清高 因为我都没有介入 可是我又很坏 我不帮朋友去守这些秘密 现在想要抢中加的有两股系统 一股叫郭台铭 一股叫做尹燕良 郭台铭后面有一堆名嘴 有那个立委出身的两个字的人 在帮他忙 尹燕良后面一定也有一大堆人 在帮忙 我要请教中华民国政府 鼎心为家没资格做中加系统 难道这个财团郭台铭 尹燕良这些就可以吗 尹燕良趁这个机会 想要吃下中加系统 百分之一千 他的目的是如此 但是各位 他如果说什么顶性为家 要大陆的什么尹燕良的通路 那也是判断了有问题 尹燕良给的糖奖给的是谁 余英石 现在余英石得罪了中国大陆 输都被禁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商人们 他们没有善念没有本意 然后想要在台湾这个市场里面 玩弄一些政商关系 然后欺欺于我们的百姓 那我们真的只好把它揭发 再说一次 那些替尹燕良讲那个什么漂白的话 又说他是慈激人 又说他是大慈善家 又说他出来帮忙的人 你们等着看中加系统 如果被他拿去的话 你们负责 还有郭台铭 还有蔡衍明 你们不要在后面发动一堆什么名嘴 一堆前任的立委 在替你们这个撑腰去打这个魏家 这一次打魏家的人 很多的这个负责人 或是很多的财团 很多的评论家 他背后代表的是利益集团 这一些事情的背后 其实我们看到他都是 像他们你说 他做的每一个动作 其实背后都充满了算计 你不要以为 他连捐的钱都充满了算计 我告诉你 他的时间是分秒必争 是黄金的 他要站出来绝对是算准了 我用这个良心告诉你 他不可能没有利益 他出来做这件事的 还为国家好 郭郭翔 刚刚蔡衍姐讲的那一些 时间都会检验 对 就是事后到底是不是有 有如刚刚蔡衍姐所研判的那样子 不过倒是昨天 魏家请银演良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说要成立这个基金的这个部分 我个人倒是觉得 长期来看 这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危机处理方式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魏家是真的要处理这个危机 其实他们兄弟出来开记者会就可以 OK 根本不需要第三者 也不用去扯说 我现在讲什么没有人相信我 不用啊 所有财产都拿出来 大家都相信我 不用讲这个30亿 你说你营业额一年4千亿 你拨多少出来 千亿以上 诚意拿出来 我相信台湾人还是会看 还是会觉得说 对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已经痛心的检讨自己了 司法还是归司法 可是你在检讨自己这部分是拿出了什么样子的心态跟诚意出来 我觉得昨天记者会其实是一个失败的记者会 因为这个并没有让大家看到说 魏家针对这件事情上面 我想要做什么 最简单的 比如说这30亿 我也觉得不应该做什么食品安全检讨 那轮不到你来检讨 是赔偿的部分都没有做处理 如果你要拿钱出来 你应该第一件事情出来 我这些钱拿出来就是优先要赔偿的 任何要跟我求偿的人 我这笔钱放在那边 你们都来求偿 建立一个叫政府出来监督这笔钱 也可以 但是让所有的消费者或者受害者 中下游厂商 这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求偿 我觉得这才是危机处理的方式 好 另外一个危机处理不好的 就是本来今天要出来开记者会的 突然不敢了 是谁呢 是南桥 我们稍后来聊聊